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今天的灵修主题我们一起来看的就是不法的事 马太福音24章12节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那么不法就是罪 特别是藐视和违背上帝 与上帝为敌的这个行为 就好像凶杀啦 欺诈啦 淫万等等 如今不法的事 已经更加的这个显示为 当今生活的一个很大的特征 随着末世的来临啊 很多在这个多少年前 联想都不敢想的事呢 就日益的增多了 比如说同性恋啊 男女共同用一个浴室啊 大麻合法化等等 现在已变成了常态 那么一开始呢 人们还是对此的决定呢 各个不入 无法理解 但是听多了 看多了 也就渐渐的麻木了 争一只言 闭一只言 得过就且过吧 就细以为常了 不光是这个非信徒啊 不少基督徒也是如此 社会的风气慢慢的深入了 在教会里面 成为教会的那种的内伤 成为教会的一种包容病 成为一种看不见的病毒 清晰着我们 如此 人的爱心又怎么可能立在圣洁上呢 爱心在不知不觉中就偏差了 也冷淡了 所以嘛 我们必须要多多的审查自己 警醒的祷告 不断的悔改 让圣灵的火啊 在我们里面浑烧啊 竭尽我们 好使基督的爱呢 借着圣经的话语啊 不断的浇灌和充满我们 Amen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祷告你 赐我们分别为圣的灵 让我们敬畏你 让我们敬爱你 也让我们尊崇你 在我们内心深处 用我们的生命的一举一动 来立立为我们生命中的王 因为唯有这样子做 我们才不敢犯罪 所以求上帝赐给我们圣洁的生命 圣洁的灵要追求的 就是你这位圣洁的上帝 使我们的行为 道德 思想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字 感恩 奉耶稣名字祷告 Amen Amen 弟兄姐妹 愿上帝赐福你 我们下帝赐福你 我们下帝赐福你 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